周三 投资者密切关注佐治亚州的国会参议员决选 以及国会选举人团计票过程 华尔街三大股指跳涨 盘中道指一度跳涨近600点 而在下午 特朗普支持者涌入国会 中断计票程序以后 美股仍保持涨势 最终 道指上涨437.80点 至30829.40点 涨幅1.44% 标普58指数上涨21.34点 至3748.20点 涨幅0.57%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78.17点